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议读你的话语,在当中深信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 在当中你要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姊妹 来将恩典能力赐给我们 让我们从这个司徒行转初期教会 虽然产生一些问题 但是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来教导我们 在这个课程当中 让我们看到处理教会一些纷争的学习的原则 以至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兄姊妹我们今天会讲《使徒行转》第六章 其实《使徒行转》我们看回去第五章开始 就是一个新兴的宗教或者新兴的教会的成立 开始的时候就是《使徒行转》降临 但是实际教会的发展 我们看到不断地在外部 在外面都受到攻击的 如果看回《使徒行转》第四章 阿拉利亚和薩菲拉夫妇这个事件 比特就说 为什么让这个魔鬼充满你的心 这里其实是 也指出外部的攻击教会 很多时候都是 撒旦的所谓 也在撒旦在里面 也是搞这个 藉着这些欺控圣灵的事件 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一个 拖旗很纯洁的教会繁密公用 但是不等于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 第五章上一章就说到 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都很清楚 彼得使徒就被这些大祭司 被公会拘捕了 可以说就是流入监狱 这个也是另一个攻击 但是我们看到主的使者 也是用超自然的方法 来帮助他们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 一些另外的危机 或者是纷争 神就未必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 反而可能是用 借着人 借着这些当中 给人的智慧 来解决一些教会的纷争 这个是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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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主的使者 来到 超自然的方式 来到 帮助这些使徒 来到 以彼得为首 出了监狱之后 那些人就 就是 看到这些超自然的神迹 就更加的多人信主 那 其实教会的增加 就不是没有问题 产生的 会有问题 产生的 就是因为多了 多了 很多人 比如吃饭 多了很多人吃饭 突然多了几千人吃饭 那就有问题 这个是 那我们看看 那是 门徒 增多 这个门徒 增多 这个字很特别 人数增多 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 事工又增多了 代表矛盾又增多了 就是这样 这里是说到 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供应 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父 十二使徒叫中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 愿是不合而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 七个有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师 给我们看看 今天有一个事件 就是当时教会里面 当时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基本上多数都是 绝大部分可以说是犹太人 但是当时的犹太人 亦都分两批 因为有很多犹太人 外地回来 敬拜回来过节 因为一年几次 这是他们的习俗 就算是可能离开 半个月 两个星期 或者是 水露露露 长途不施 他们都 他们都 他们就是 宗教上 就一定要回到圣殿 来过节 既然在圣殿的朝拜期间 信了主 他们就会留下一段时间 像上次说 为何法物公用 因为多了很多需要 他们要住宿 他们要吃饭 多了一次 当時的歌歇 上一次是 五千 第五章 大家记不记得 第一次是 有记载数目 四千 四千是南丁 那这个是 第二 五章 是他们出监后 用超智人 南丁信主 有五千 南丁 就是男人 就不包括 小孩 不包括 十二岁以下的 那些小朋友 是成年的 可能有几千的家庭 还有孩子和妇女 还有家庭 在这里争多 这是好事 亦需要争多 亦是矛盾争多 在外地回来的 希尼尼华的犹太人向希伯来 其实两方面都是犹太人或希伯来人 只不过他这样来分开就是 希伯来人就是本地人 讲由希伯来话的本地人 那就是他们多些资源 都是亲戚朋友 希伯来话的犹太人 是从外地回来的 当时整个中东一带给狼马统治 他说的都是希伯来话 希伯来话就是希伯 希伯来话就是希伯来话 因为那时候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那就是好像两边都是犹太人 只不过好像我们叫做中国人 都是这样 中国人在美国出生 也叫做ABC 这个是American Born Chinese 那时候犹太人就一样 有很多犹太人 已经不懂得说少少 好像我们第三代的华人 就会听可能会说少少 但是他们的出生地 或者母语 本身他们成长的就是希伯来话的文化背景 就是好像我们土著 我们叫ABC 他们说英文 当然是思考用英文 那就是两帮这样的人 那在当中就向本地的 这个犹太人 发愿言说在天天供应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他们都有寡妇 原来是 寡妇是 如果你在本地的寡妇 意思就是 不是忽略了他们 寡妇是最需要照顾的那班人 什么叫寡妇呢 因为他们 他们单单来到是 依靠 聖殿 或者后来成立教会 是依靠教会的 那个 供给的 因为当时 不像我们五代社会的 政府有很多福利机构 就是帮助的 但是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那么靠什么呢 就是靠 主要是靠教会 教会的运作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部分 除了是敬拜神 当然是 敬拜是最主要的 那另一方面 教会就是可能就成了一个慈善的功用 在当中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就是两群寡妇 其实是一群本地的 一群外地的 在这里寄居住的 回来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好像 天天工级就是吃 住这些 好像这些事情 看上去就 可能是 有时候 供应不到 有时候轮到他们的时候 就很少饭菜了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吃得不够饱 有时候忽略了 这个 因为管理上面 突然多了几千人 几千个家庭 几千人 就 所以要发埋供应 所以要卖田卖地 因为那时候 有这样的需要 那么忽略了的时候 表面看来不是那么大 但是这个 重点是发怨言 这个发怨言就是 可大可小 可以说是 发怨言很容易 在一个 信仰的团体 会 会越积越大 好像发酵的面包 就破坏了整个教会的合一性 也会容易引起分裂 这是很自然的 一个信仰团体 就算教会成立了超过二千年 但是这些事情 一直都会发生 因为有人的地方 就有矛盾 在当中 就一定会发生 人的本性 就是发怨言 当中 发怨言之后 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都有 但问题就是 那个解决的原则 我们看看 解决的原则就是 第一 我们看到 第一就是十二使徒 这个特别用十二 这个字 其实是 他不仅是使徒 是十二使徒 这个是 说到什么呢 叫齐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就 有这个解决方法 既然是十二使徒 一起的 叫齐门徒 很明显就是十二使徒 已经是商讨过 好像开了会 也很明显 所以 十二使徒 是同意做一件事 同意这样做 那这个是 说到什么呢 就是教会有 纷争的时候 第一就是要 同心合意 是同心合意 这个是 如果是 当中 有些人说 我不同意 你们的解决方法 只有十个使徒 其中有两个使徒 就不同意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所以十二这个字 其实是 一个很重要的词 就是他们 首先 领导陈是 很同心合意 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用现代词讲 就是团队合作 十二使徒 一起的出席 一起的叫人来 其实在一个信仰的团体 那个领袖的团队 那个同心合意 是很重要的 同心合意 未必是 十二的使徒 他有不同的意见 未必是个个是 同心合意 就不是说 里面的意志 是全部一样的 不是的 因为仅有不同意见 仅有不同意见 仅有不同意见 不可能是一样的 但是同心合意 是和不同意见 是没有冲突的 其实现代所谓的 所谓的团体精神 团体精神就是 十二使徒 可能有八个使徒 是这样 这样走这边 有四个是走这边 既然是有 投票 有八个是走这边 那这走这边 那四个 就应该是 一起的 走这边 因为多数决定了 不如投票是八对四 同意了 其他那四个 就不应该 这个是 这个是 再去反对 并且是 所以 十二使徒 出席 证明 他们 虽然内部有不同意见 但是他们 其实 都是 同一个方向 都是这样做 因为这个已经决定了 也都 其他不同意 有些 就不应该 出去 跟众 沿途说 其实我不同意的 其实 我的方法 我觉得更好 这些就是破坏 这个合一 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 往往出问题 有时候 没有方向 没有一个好的方式 而是在当中 出现了不合一的声音 不合一的声音 就不是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用一个不适合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就不合一了 其实是 这个是 提醒我们 其实是 在事奉的当中 我们所谓的合一 不是同一意见 但是同一意见 用适合的渠道方式 并且叫齐中门徒 说给我们 我们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 已经做出了那个 当中 可能是有人 是不同的意见 但是 那个决定 已经定了 那就应该去遵从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同心合意 这个是 团队合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当教会 这里给我们看到 出现了一个有 有融化 有怨言的时候 第二个做法 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 离清 我们叫做 离清 这个 私奉的光位 离清私奉的光位 也是一个很好的 离清私奉的光位的时候 这十二个门徒就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凡食,愿是不合议 这就是不理,你就不理,所以你compare法语言是什么? 虽然是向希伯来人来到法语言,但一定是向教会的领导层来到法语言 不是向下法语言,法语言一定是向上的 向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釐清的侍奉的崗位 这个管理凡食是一个侍奉的崗位 他说我们去管理凡食,这个不是我们做使徒的最主要的侍奉的崗位 也不是我们侍奉的,所以这个责任就不是我们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主要做的事,他们做的事是什么? 是专心祈祷传道为是,这个祈祷传道和管理 所以他们就分开了,就釐清了侍奉的责任和崗位 这个原来很重要的 所以教会有部门,这个部门就是管理饭食的 这个部门就是外展的,这个部门是关顾的 首先来处理,就不是一下子这个部门,这个上面就是使徒 不是一下子越过那个部门,来到使徒那里 是这样的意思,也管理就是一些行政的管理 专心以祈祷、事奉、传道呢? 这是什么?这是一些话语上的事奉 大家看到话语的,其实是属灵方面 是讲解圣经,是讲道,是传福音,是祈祷 这些是话语的,这些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管理呢,管理呢 通常我们归纳为行政上面的,在行政上面的管理 比如这个是堂子,这个都有管理 这个堂子就是比如有清洁,现代教会 有些外面有,这个是有那些,外面有家庭 就是那个停车场的一些的,的展草、展树 这些,也是有维修这些,那这些是管理 这些也是管理,那管理中的一部分 可以说是,那饭食也是,这个当时是 饭食管理是管理什么呢 管理有多少人去煮饭 每天要煮多少饭 又怎样分配 就是这样 你要登记有多少需要 然后因应有个措施 这些是行政上管理 他说原事不合而不是我们不理 他们理的是专心祈祷传道为师 是这样的当时是 因为他们当然在神给他们的恩赐 给使徒 也就是给他们使命 给他们的呼召 就是祈祷传道 这个就是和这个有关的 有些人都是有这个恩赐 有这个呼召 去做管理的饭食 所以那又怎样呢 第一就是重心合议 第二就是说到釐清这个侍奉的纲位 这个责任制 第三就是选举 这个是选举 选举是有一些条件的 所以这个就是执事 其实是当时的执事 现在是选举的产生了 所以就是七个 可能是犹太人很喜欢的七字 七传七伟 他不是十的 是完全的数字 七个好明星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这里说到其实是充满智慧 这里很特别 这个好明星是说到是品格 这个是好明星就是 就是有这个品格上人知道人家熟悉 所以选举事就不是 就是要相当在教会其他纲位 但是他就会服侍了相当的时间 来到印证了他 有这个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 这里说到是和神的关系 说到是他的灵性 这个是好明星是说的品格 智慧充足 那么第三方面也都要智慧 这个是用智慧来到是 处理这些行政管理的事 派他们管理这事 传出七个 以至 大家的分工就知道 大众都喜悦者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十二使徒一起的 十二使徒来到是 一起的 和一班众员同学 十二使徒 你看到是同心合意 那么因为有这个榜样 又不是十个使徒出来 那两个使徒如何 不出来 因为他不同意 原来呢 就是说 其实一个 一个 教会 领导层方面 就算有不同的意见 一定有不同的 没有可能是十二个人 一样的 但是因为同心合意 因为他们站在一起 那这种的榜样是这种的 来到是 引起了大众都同心合意 而喜悦就是 这个是 觉得同心合意的 其中 说得很对 所以一个领导层 其实是 同心合意 是影响到整体的同心合意 是否合一 所以 给我们很大的功课 要考证 如果是十个使徒 不是十二个使徒 而是十个使徒出来 未必大众都喜悦 有一部分人跟那些不同的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这个选择就是一个选举 当然是 史提反 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这个是 管理凡食都要信心 圣灵充满 你看到 所以 岗位没有大 大小 这个是 施奉神的人 我们都应该 这个是 跟神有好的关系 大兄姐妹 要不然 我们 施奉的人 不可以在施奉的当中 来得到造就 大兄姐妹 这个是提醒我们 虽然本饭食 是本利 为什么会特别提斯提反呢 当然 是因为跟下面的 那个 使提反的殉道 是有关的 因为这个是 一个 隐言 然后又 说到肥利 第二个 说到肥利 虽然是管理凡食 但是 因为 因为 严格来说 是 严格来说 严格来说 是因为 你越是奉 神会可能会给 越多的恩赐 肥利 就是 肥利本来是管理凡食 但是后来 他成为 一个全福音的肥利 他全家 包括他女儿 都是女先知 后来 斯多恒会提到 所以特别将肥利 排在第二 首先是 史提反 当然是 他说了一篇很出名的 道 当然是 很长的 很长的 道 这是 这里给我们看到 当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教会合一的时候 当领袖合一 教会合一的时候 那个 见证很好 首先就是 说到 这七位执事 是 进犹太教的 安提 阿仁 葛拉 这个所谓 进犹太教 其实就是 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外邦人 他又很想入犹太教 当然 然后呢 批准他入 就证明他也属成定 但是他不是犹太人 这个是 归化的犹太人 那你 你现代我们 现代的人都可以入犹太教 他要考你试就可以了 尤太教 其实是 尤太教很特别的 他有自己的胡堂 但是他不是主动出去传道 但是 如果你进去 你对他的宗教文化有兴趣 那你可以做归化的人 到现代都是这样 但是当然他有个很严格的拉比 会考你 那这个 那这个 黎哥拉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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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化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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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平衡一些 就是 当然 这七个有一个 七分之一 有 一个 外邦人 那 或者当时 有七千人 可能有几百个 也都是 外邦人 就是 就是 是犹太人 在教会里面 所以也都是 能够 关顾到他们的需要 要 溝通上面 当然 是 有这个帮助 那这个也是给我们 有一些 的 这个 原则 或者是 佳拉的 形式就是 站在此图面前 此图祷告了 按手在他们头上 所以这叫按手禮 这个是 基督教 都是 按手禮 无论 这个 要祷告 第一 是什么 祷告 暂在 也都按手禮 基督教 按手禮 有时 有些 按立仪式 按手 比如 按立牧者 按立长老 按立宣教士 猜传 又用这些 按手在头上 或者是未必 头上的 有时 按在肩膀上 就是 按手禮 就是在这里 虽然是有危机构 但是 直着合一 直着是 当中的 这个是 有智慧 来称一些 事奉的 崗位的责任 你看到 效果 很好 神的度 轻和 本来危机 反而是 一个转机 如果是 在当中 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无论是个人生命的历程 很多危机 可以化为转机 所以这个神的度 轻和 一定是 当中 人的生命 来到 反而是得到 帮助 和神更加的亲密 他是这样的意思 在耶路撒冷 门头 数目 加征的神多 有许多 祭司 信从这度 这个神的度 确实是非常轻和 在这里 什么叫祭司 祭司 就是那些 很硬的 都是信犹太教 他就很难转做基督教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很多 硬深一点的 因为祭司 祭司都信从这度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他们觉得 他们那种献祭 祭司都是来献祭的 在圣殿里面 在圣殿里面 他觉得 怎样 原来信耶稣 才是正道 这个就很特别 是吧 祭司 他做到祭司 那个 第一 他是利美的支派 第二 他是觉得 祭司阶层 是人和神的 这个是中宝 这个是代人口告 反而 他们信从这度 就证明他们 在当中 他们是 离开犹太教 去到信耶稣 这个就很 连祭司都信 这个影响 就很大 在当时的民众当中 他说的这一样 这个是一个 神的度 兴旺的 一个很好的 见证 或者例子 祭司 司提反 满得 因为能力 在民间行 大歧视和神迹 这个司提反 本来是管理饭食 但是你看到 人愿意 踏出这一步 愿意的 去侍奉神 就比神更大的使用 他是说的 这个原则 其实是 在民间行 大歧视和神迹 管理饭食 跟神迹歧视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 我想这个管理 这个一定是治病 赶鬼的神迹 我不相信是五饼二 那些 圣经没有说 但是 我相信 那些是在外面 治病 赶鬼的 他就能够 使得更多的人 就是 确信 这个道 在信耶稣方面 有这个帮助 他在说 这个 神迹歧视 比如 彼得 约翰 在圣殿里面 医治一个 弱腿 生来弱腿的人 这些就是神迹歧视 那这些就是神迹歧视 这个斯提反 他提到 他的为神 这些是 踏出信心那一步 去侍奉神更加的使用 他 提升我们 當時有稱為利伯地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來亞歷山大、基利加、阿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喜來和史提反辯論 史提反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抵擋不住,就買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望俗摩西和神的話 因為你有神跡歧視,令很多人信主,這時候引起的妒忌,引起逼迫,會堂的幾個人是猶太人 當然有影響力的猶太人,開始便辯論,以後便是甚麼? 為何要買出來的人來說呢?這就不是見面,這就是兇高 放逐摩西和神的話,這個罪名就跟當時主耶穌猶太人告他一樣 所以當時也是死罪的,那這個就是報告 這當然是跟下一篇的詩提反的詩提反的詩提反 是有关的 所以也看到史提反他一个侍奉的历程 满得恩惠能力 就是民家下来的大歧视 不等于不遭受苦难 教会而是 教会发展 有各样的攻击 个人而是 当然神在每个人生命中有不同的 带领 史提反是很特别的 这个基督徒 他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 所以特别的 来将他提出来 他们又怂动了百姓长老 忽然去拿他 把他带到公会 切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 不着力遭赠 圣所为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拉人耶稣要毁坏此地 又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征看他 见他的面貌 好象天使的面貌 在这里说到 那些人被拘捕了此地放到公会 公会就是当时的宗教法庭 宗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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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都是其中之役的 这是公会 公会是71人 那为何公会有71人呢 那么有趣呢 不是70 是71 是这样的 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摩西 因为太多事务要处理,外府就说,不如你选一些人帮你,就选了七十个长徒 是这样来的,那七十个长徒到耶稣的年代,他的公会有七十一人 大家都明白,那一个就是摩世,七十个长徒加一个摩世 是这样来的,是一个宗教的法庭 那些人见他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未必是说到他有发光 当然是圣灵充满他,第二就是希伯来书说 这个是借着天使传的福音,就是信息 人们都要来很注意的,来听,不得不认 就好像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的福音 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是神委派的天使 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好,讨论问题 为什么教会在不住的成长过程中 会有一些从未有的新的问题出现呢? 是的,因为个人如是,教会如是 都是不断有新的挑战的 只要我们活在世上一天 不同的挑战就会不断的来 这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无可避免的 教会在不断成长的 就是闻徒增多的两个字 增多就是人增多 就是矛盾增多 就是在纷争增多 就是在纷争增多 就会发怨言 也在当中是新的转机 新的危机 新的问题 也代表了新的转机 那就很好 宽团是如何靠正恩赐自卫恩典 来处理神家的难处 刚刚说了几点 第一,很重要的就是合一 十二个使徒 众人都起愿 合一是很重要的 第二就是 就是釐清依奉的崗位或依奉的责任 你不是整个去依奉的 就是你发怨言 你也是找合适的人来处理这些事 不是每一次都去到十二的使徒 十二的使徒是华尔的依奉 这些行政的侍奉分开 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 教会里面的服侍 事务上的服侍、话语上 行政上就是事务上 话语上的服侍是祈祷全道 是如何扮演不同的角色 共同服侍教会、服侍神 我们其实不一定说教会是说到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话语的服侍 只不过因此不同 呼召不同 使命不同 这些不同 所以它要比此的配搭 不是说有些特别的 重要点 有些特别的特殊的阶层 不是这样的 服侍话语 它专心的时候 它未必有这么多的精力 分出来在事务上的服侍 是这样 事务上的服侍 也不等于完全不去话语上的服侍 也不是的 它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肢体 所以这里代表我们要合一 比此的配搭 来共同服侍人 透过服侍人去服侍神 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人 其实最终都是 服侍神 服侍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保罗都教我 不要多人作师傅 作师傅 很多事务上的事情 可能很多人就不做了 就是在众人面前的事情 很多时候反而很多人或者会做 这个提醒我们事务上的服侍 和话语上的服侍 只不过是不同的角色 但是在神的眼中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第四就是我们个人性 你认识神给你的恩赐 你是否在教会里面 找到合适你的恩赐的崗位 尽情发誓 让别人得到祝福 那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在事奉上 我们的崗位是什么呢 我们在话语上 还是在事务上 有时是互相的 有时是 这个是 比如我们关心人 这个 我们关怀人 这个可能是可以在事务上 我们在全契里面 我们灵修分享 我们带查经 这个是可以在话语上的 我们知不知道神给我们一些 特别的恩赐 或者是我们有特别的呼召 那我们有没有尽情发挥来到 使别人得到祝福 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 的话题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神让我们在这个 使徒行传 这个 这个 第六章里面 一到十五节 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那 因此 来到是 在当中 来到赐我们的恩典智慧 我们来到 在当中 使用更好的服侍 好 我们一起低头 祷告 恩主 多谢你 多谢你心恩 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 来到 透过 使徒行传 六章 一到十五节 我们有很多 的功课 你让我们学习 你都看到 在教会的事务上面 可能会有矛盾 有危机 但是你让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也是来祝福 你使用 一个 这个是 转机的时候 以至更多的人 得到祝福 更多的人 来到认识 这个救恩 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都是 能够在我们 服侍的当中 我们都是满有智慧 满有恩典 满有能力 来到 同心合意的 来到 服侍你 以至多人 来到是 值着 大兄姐妹的服侍 来到 给你使用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 感恩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姆 好 大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主日学 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同一时间 再见 五神祝福 听他话 以行道的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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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